哈利路亚 在座的各位 大家和我 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往往什么时候是最痛苦 最难过呢 我们在什么时候 最为叹息 觉得这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最沮丧 往往都是肚子挨饿的时候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国家很多电影 里面的内容是 为了得一筐土豆 都能卖出自己的情操 甚至呢 给了点钱 给了点吃的就能卖身 因为谁都受不了挨饿的痛苦 格林的后书八章九节 上帝告诉我们 格林的后书八章九节 我们信奉耶稣基督来到教会 上帝赐予我们财富 上帝使我们有财富 上帝创造了这世界之后 把一切把好的一切全给了我们 因为上帝最了解我们 当今这世界 哪个国家算是最痛苦呢 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 就在我们邻居的 也是我们的国家了 我们的邻国 因没有吃的 肚子挨饿 很是痛苦 所以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上帝是爱 上帝赐福于我们 上帝赐福于我们的这祝福礼 也包括钱财的祝福 通过上帝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 当我们通过四阶段悔改 通过基督的保血 洗罪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这时候使我们做有福的人 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 如果不做四阶段悔改的话 如果不通过基督的保血 赦免罪过的话 我们得不到救恩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来到了主面前 就真切地祝愿大家 照着上帝的话与生活 来到教会 服侍主 来到教会 侍奉服侍主 干活的信徒们 是领受圣灵的人 领受了圣灵才能赶走 内心的恶魔恶鬼 菲利比说三章三节 在座的各位 很多信徒家里 还是一塌糊涂 儿女不听话 分明是 没有领受圣灵 分明是因为 没有领受圣灵 也不愿意来到教会 服侍 侍奉 我们找一下诗篇 107篇10节 我们在座的各位 每个人都面临 可怕的灾难与救主 这都是因为我们的罪过 与祖上的罪过 是谁在妨碍我们得祝福呢 每个信徒 在座的各位 都为了得祝福 来到了主面前 都是为了得祝福 来到主面前 认罪 忏悔 祷告 祈求 而到底是谁 在妨碍我得福呢 正是我们的祖上 那更直白的讲 就是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就是我爷爷 我奶奶 就是我父亲 我母亲 我们更直白的讲一些吧 再次的各位 我们每个人都求祝福 都竭尽全力的 求上帝赐予我们祝福 而正是我的亲生父母 我的爷爷奶奶 在妨碍我的祝福 那好多人就说 这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可能呢 好多人奋斗 努力 再怎么辛苦 再怎么奋斗 始终得不到祝福 这都是因为 我们的祖上的罪过 没有得到赦免 是因为我们祖上 所犯的罪过 使我们妨碍得祝福 这正是耶利米书5章25节 今天我们也读过了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的仇敌 就是我们的祖上 妨碍我们得祝福的 这是祖上的罪恶 那么祖上的罪恶 不仅使我们得不到祝福 而且还使我们身上 身患疾病 当今好多医生都开始问 您的父母是因什么疾病 去世的呢 因为很明显 父母的疾病 我们身上都会带着 都会有 而我们如果分不清 这个关系的话 我们是得不到祝福的 我们内心还隐隐约约的 总是偏向自己的祖先 说我觉得我的家族 还不错挺好的 那这都是在偏向恶了 我的罪恶 使我得不到祝福 我们再读一下 耶利米书五章二十五节 在今天成更礼拜的时候 我们读过了 大家怎么又忘记了呢 在座的各位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疾病 得到医治 希望自己的事业 越来越顺利 希望自己得祝福 蒙上帝的恩典 比如说我们签合同的时候 这合同即将就签好了 百分之九十九就成了 哎呀 这笔合同签下来 我这月的房租就有谱了 结果呢 就差百分之一 这合同又泡汤了 这时候内心是很是痛苦 很是焦急的 这就是我们祖上的罪过 妨碍我得祝福 上帝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祖上的罪过 我们都成了死人 以副所说二章一节 我们以为我们好端端都活着 但是因祖上的罪恶 我们的心灵 我们都成了死人 我们眼前都有祝福 而我的罪过 与祖上的罪过 妨碍我们得祝福 都是恶人 都是罪人 都是说谎的 而我们却不认清自己 不认清这现实 我现在面临问题了 遇到灾难咒诅了 我亲眼看到我的父亲不顺利 我亲眼看见我的爷爷也很不顺利 而我发现到了我这一代 我和我的儿女还这样不顺利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这就是命运吗 难道这就是我的八字吗 这就是我的祖上的罪恶 与我的罪恶 耶利米诗五章二十五节 只有上帝跟我们讲了实话 唯独圣经的话语正确的 精确的教导我们实话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圣经的话语 任何一句话语都不可删减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十九节 删减圣经话语的都要去地狱的 删减了上帝的奥秘 是要去地狱的 删减了基督的奥秘 是要去地狱的呀 上帝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是什么 正是四阶段悔改 通过基督的写 洗罪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耶利米诗五章二十五节 我们来读一下一二 你们的罪恋 使这些事转离你们 你们的罪恶 使你们不能得福 阿们 我们祖上的罪恶 那么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上帝说了 上帝按时赐予 就是秋雨春雨 定时 上帝也赐予祝福给恶人 为的是 使这个恶人也领悟过来 最终认罪悔改得救恩 上帝面对我们 是失慈爱 一直忍耐的 大家知道 非洲 非洲的祖先 曾经是违背上帝 对抗上帝 竟和摩西作对来的 而当今非洲 沦落到如此贫穷的地步 还要依靠美国的资助 援助和物资啊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祖上的罪过 使我们得不了祝福 在族的各位 我们大部分都是做父母的 我们都希望自己儿女成才 而我们却不认罪 也不悔改 反而把自己的罪恶 灾难留给儿女 大家回去都可以翻一下 家里的家谱 甚至我们国家的 豊朝王室的历史呢 就更加明确地 见证上帝的话语了 我们韩国豊朝王室 五百年历史 当时 拣选的都是最聪明 最优秀的秀才 但是呢 到了三四代呢 都断子后孙了 生不了孩子 没有后代了 然后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 生出来了孩子 然后 就奄奄一息 当今这世界的文化遗产 无论是 各种的教导和礼节 各种科学文学 都是在见证 圣经的话语是准确无误的 我们国家的历史 五百年历史 导致 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就 很明确的提到 即便是王室的家族 到了三四代 都断子后孙 生不了孩子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 也是当今所有世界 我们家庭的现状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明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需要怎样做呢 我们要走向得福的路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的子孙千万代得祝福 出埃及记二十章五到六节 只顺服上帝 只顺服上帝的话语 不信奉其他的宗教 不祭拜其他的偶像 只敬拜主耶稣基督上帝的时候 使我们得祝福 我们找一下诗篇一百零七篇 七节 我瓢幕是一直想讲 这方面主题的讲道 而上帝一直没有许可 前段时间刚刚上帝许可我 可以讲这内容的讲道 我不是按照我的意愿来讲道的 如果按照我的想法来讲道 那就成了假的讲道 我内心的恶魔恶鬼全赶走了 上帝赐一我圣灵 圣灵赶走我内心的恶魔恶鬼 马太坟十二章是有记录的 我们领受了圣灵 从上帝那里获得圣灵 得到圣灵的人赶走内心的恶魔恶鬼 这时候上帝使用我的口 我内心的恶魔恶鬼被赶走了 我内心充满圣灵的时候 上帝使用我的嘴 上帝来动我的嘴 来讲上帝的话语 我瓢幕是依靠上帝的全能讲道的 大家也看到那则新闻 我和师母站在中间 有很多牧师一起照了一张照片 当时是在美国 新年年初的时候 是所有美国最优秀 最有威望的牧师和神学者聚在一起 现新年礼拜的 就在当场 不足的仆人我瓢幕师 被受邀请 讲道了 当时主办方就很着急 哎呀牧师啊 至少一个月时间要准备这讲道吧 我瓢幕师就说 这讲道都是现成的 怎么可能要提前准备呢 上帝的话语都是现成的 我内心属魔鬼的时候 是需要准备 需要讲道的讲义来读 而内心充满圣灵 赶走了恶魔恶鬼了 内心充满圣灵 赶走内心的恶魔恶鬼了 这时候上帝使用我的嘴 上帝使用我的口 一切都是现成的 然后当时主办方就不相信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我要担责任了 这位牧师都没有准备 可怎么办 刚开始讲道的时候 在座的很多神学者 和所有的有所谓有慰望的牧师 都是翘着二郎腿 然后呢一脸不屑的样子 刚开始我瓢幕师 就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都是内心属魔鬼 对抗上帝的话语 而魔鬼是无法战胜圣灵的 大家知道有黑暗的地方 一旦有光 黑暗就消失了 圣灵 圣灵是光 魔鬼是黑暗 四季段悔改就是光 好多在座的当时 有很多所谓有慰望的神学者和牧师 而讲道时间不足三十分钟 好多翘二郎腿的神学者 就都跪在地上了 我评牧师讲道的时候 从来没有要求大家跪着 结果讲道结束了 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 都开始认罪悔改 然后还求按手祷告 给了按手祷告之后呢 就都倒在地上了 这是主的权能 主在做一切事情 赶走了内心恶魔恶鬼 当时主行了很多奇迹 使内心的恶魔恶鬼赶走了 圣灵充满了 在座的各位就认罪悔改 忏悔 在座的各位 这不是我瓢牧师做的 上帝是要使用每个人 上帝也要使用大家 要悦纳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得祝福 荣耀献给上帝的 而我们却不遵循上帝的话语 上帝正在此刻也要赐福于我们 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祝福 做有福的事情 种上上果子这是能得祝福的 诗篇107篇 十节我们先来读一下 一二 那些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被困苦和铁链捆锁 阿们 第十节 我来读一下 那些 那些坐在 黑暗中 什么是黑暗 黑暗是乌黑的 漆黑一片 不做四阶段悔改 不通过基督的写洗罪认罪 不做四阶段悔改的都是属于黑暗 都是属于灾难咒诅 黑暗就是灾难与咒诅 那有黑暗就一定有光 在哪里有光呢 以福所述五章七到八节 只有在主里面是有光的 进入到主里面才有光 这时候行为才是良善 是有公义的 做真实的为人 我们随便说 哎呦这个人真善良 属魔鬼的就没有分辨 随便说话 一类人就夸一类人 世上是没有良善的人的 只有在主里面 有了基督的光才有良善的行为 处在黑暗里是属于地狱的 没有良善的行为 黑暗是什么 格林顿后书四章四节 不做四季断回 该属魔鬼的都是黑暗的 在座的各位 有时候我们说 哎呦我的人生该怎么过呀 我该找什么样的工作呀 我都退休了 我该做什么呀 这都是属于我在黑暗中 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在光亮中 眼前是很清晰的 知道该怎么走 知道眼前有祝福 知道哪里是黑暗 不该走 属于光亮的人 是一清二楚的 没有光 没有基督的光 属黑暗的 就漆黑一片 很是小心翼翼 结果还会掉进坑里 甚至踩到儿女的肚子 致死儿女 大家知道 特别着急上洗手间的时候 但是屋子里 乌黑漆黑一片 这时候不小心 就会踩儿女的肚子 也会踩父母的肚子 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 不孝的模样 在座的各位 我们在生活中 我到底是在光亮中呢 还是在黑暗中 光亮 只有基督是光亮 只有四季断悔改是光亮 所以一定要通过基督的保险 使我们得救恩 一定是要做四季断悔改 使我们得救恩 黑暗 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死因是死亡啊 死因就是死亡 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还坐在死因里 坐在黑暗里 在座的各位 好多信徒 很是痛苦 就是不顺利 有些人甚至说 我是不是在走向灭亡啊 我怎么做什么不行 做一样就毁一样 搬了家也不行 怎么就是这么的倒霉 这么的晦气 我这个事业 怎么就是起不来 怎么做什么都不行呢 赶紧领悟 我现在是坐在黑暗里了 我现在是坐在死因里了 这都是属于哪啊 这都是因为我犯了困苦的罪 被困苦 什么是困苦的罪恶呢 我犯了困苦罪的时候 就会做仇敌的仆人 比如说我们国家 我们国家被日本人侵略了四十年多久 当时我们国家的女性都成了日本男人的妓女 而且我们国家的男性都被带出 领出战场 丢命 这就是困苦罪的代价 尼西米奇九章二十七节 困苦罪是很惨的 很痛苦的 陷入困苦罪 几乎是没有希望 而且还被铁链捆锁 好多人说我特别痛苦 但是去医院瞧病的话 医生说我没病 但是我自己都很受不了 这就是坐在黑暗中和死因里的人 好多人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了 这都是因为我在黑暗中犯了困苦的罪 第十一节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是因他们违背上帝的话语 大家好多信徒违背上帝的话语 很是张狂 我平常牧师就讲实话 您真是要面临死亡 要吞吱儿女才肯领悟吗 那我是要讲实话教导的 还是看着也不管 也不讲实话呢 我们去医院瞧病的时候 花很多的钱 求大夫给个特诊 那大夫给的 大夫给特诊 越细微地告诉我们 什么问题 我们会更感谢吧 来到主面前 上帝的话语是 真确地告诉我们 详细地给我们诊断 我们教会是给我们特诊的 我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上帝去告诉我们 是因为我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来参加成功礼拜吧 我们还很不屑 不愿意来参加成功礼拜 这就是藐视嘲笑了上帝的话语 我们更加深入地来领悟一下 违背圣经的话语 大家知道 所有的男性们 男人都是要得帮助的 那女的呢 都要帮助自己的丈夫 这就是上帝的旨意 是上帝的话语 违背上帝话语的人 就不听自己夫人的话 不听自己妻子的话 那么妻子呢 也没有真心地帮助自己的丈夫 这时候都已经犯了 违背上帝的话语了 那么违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会沦落到什么样的 违背上帝的话语 就会沦落到 卖身体做妓女的地步 尽管卖身体做了妓女 也讨不了一口饭吃 这么的惨 耶利米埃个五章都有记录 所以大家要警醒 不能违背上帝的话语 做妻子的 要敬畏上帝 这时候才能帮得到自己的丈夫 那所有的丈夫 要得到妻子的帮助 大家知道汉字的仁字 一品一纳 这个纳是支撑这个品 这个品 这个纳 再不起眼 再怎么是个 特别不起眼的 也是要来支撑这个品 没有这个支撑 这个品 是立不住的 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藐视自己的丈夫 藐视自己的妻子的那一瞬间 这个丈夫就倒下了 以赴索书五章二十八节 不真心的爱自己的妻子的人 是得不了成功的 无法成功的 那么女的呢 一定要一心一味 敬畏上帝 这时候才能敬忠自己的丈夫 要不然也是害了丈夫的 以赴索书五章三十三节 这是最根本 违背上帝话语的 违背上帝的话语 就是在生活中点点滴滴 我是不是违背了上帝的话语呢 我们儒教思想都是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很是藐视女性 藐视自己的妻子 我们以为 自己没有触犯上帝的话语呢 比如说 不足的仆人我嫖母师 给大家劝勉 大家还很不屑 不爱听 这时候都是在违背上帝的话语啊 甚至不过三四年 就已经沦落到很贫穷的地步了 而且身患了疾病 还不肯领悟 为什么非要这样藐视上帝的话语 违背上帝的话语呢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违背上帝的话语 藐视上帝的话语 生活中点点滴滴 不听主的仆人的话 不听自己妻子的话 这都是在违背上帝的话语 如果我们违背上帝的话语的话 家族就沦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所有的男的 要被拉进战场 丢命 而且女的呢 都要去被卖身子 做妓女 还轮不到吃饭的地步 生活在漆黑一片中 我在黑暗中的话 无论我再怎么努力 都是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 误会的肮脏的事 所以不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呢 最好什么都别折腾 不要做 不要搞的 有些人说我要搞一个特别大的事业 不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呢 最好别折腾了 好好劝勉吧 反而会更糟糕 所以 首先认罪 做四季段悔改 首先进入到主里面 求基督的光 然后再做事儿 然后再做搞一些事业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要分清楚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到教会 以福所说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什么是教会呢 基督是教会 没有四季段悔改的地方 不叫教会 没有上帝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的地方 那就不叫教会 教会的身体是四季段悔改 教会的头也是四季段悔改 一个教会 如果不通过基督的写洗罪认罪的话 那就不叫教会了 所以我们国家 是不是违背上帝话语的地方 太多太多了呢 违背上帝的话语的话 就会 就犯了困苦的罪 犯了困苦的罪的地步 很是凄惨的 很是惨痛的 尼西米奇九章二十七节 我们待会可以找一下 上帝的话语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而我们为什么还要偏偏走向败坏的路呢 我们赶紧回到上帝这里来得福吧 回到上帝这里 走向得福的道路吧 这正是上帝的话语 这正是上帝的爱 爱的约 爱的永续 违背上帝的话语 藐视至高者的旨意 至高者 至高至上 是上帝 至高至上的是 唯独耶和华主 耶和华上帝 藐视耶和华上帝 藐视耶和华上帝的旨意 耶和华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 希伯来说九章 希伯来说十章 大家都可以记录一下 稍后可以读一下 我们通过四阶段悔改 通过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使我的心灵得到变化 使我的行为得到完全的变化 使所有的灵魂得救恩 这正是上帝的旨意 至高至上的主耶和华上帝的旨意啊 那么在族的各位 好多人说我是个牧师 我是个长老 我是个权势 我是个执事 但是脸上都表现出 我是个什么样子 因祖上的罪恶 我在遭受多大的痛苦 这都表现出来了 甚至有些人 生下来就是残疾 就很悔恨 说该怎么办呢 而最重要的是 我的心灵是不是歪曲的 哪怕我的外表是歪曲了 我的外表是个残疾 但是我的心灵要得救恩 我的心灵要得救恩 这是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是如此庞大的 哪怕在此刻 也是运行的 也是实现的 第十二节 所以 他用劳苦 制服他们的心 描述上帝的话语 嘲笑上帝的话语 违背上帝的话语 甚至藐视上帝的旨意 再多的各位 无论是妓女还是强盗 上帝也给机会 使我们认罪悔改 得救恩 而我们还藐视上帝的旨意 还藐视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一定会辛苦受累 一定会辛苦受累 直到贬低下来 直到被粉碎 都不成样了 好多人说 我怎么去哪儿 都不受待见 不受尊重 我怎么就这么的倒霉 我怎么就这么的丧气呢 这都是因为我藐视上帝的话语 这都是因为我太瞧不起上帝的话语 甚至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对抗 对抗上帝的旨意 这时候上帝就会让我 谦却降悲下来 辛苦受累的人 大家赶紧领悟下来吧 上帝让我们降悲下来 制服我们的心 这时候 他们扑挡 无人扶重 有些信徒说 我怎么这么的没有人员 没人帮我呀 我是不是天生就没人帮我呢 不是的 是因为我藐视上帝的话语了 是因为我总是嘲笑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去真实的教会 有基督奥秘的教会 做四季段悔改的教会 而我们却不听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就违背上帝的话语了 罗马书三章十节 在这世上是没有义人的 人都是罪人 而我们背叛上帝的旨意 这时候导致自己和自己的儿女 成了悖逆的人 不做四季段悔改的人 首先儿女就不听话 好多人说 哎呀我叫儿女怎么这么的不听话呢 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这都是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背叛了基督啊 那么大家知道什么是最大的问题吗 争吵纷争 大家知道哪怕我一个人待着 我在山上一个人独居 而我内心还是在矛盾 我内心还是在争战 我内心总是在吵架 这就是我们心怀二意的 什么是一心一道 我们通过基督的血洗罪认罪 做四季段悔改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这时候上帝使我们的内心 成为合一 我们内心有罪恶的时候 都会成了心怀二意的两条心 基督是让我们合一的 基督是合一的 以复所说一章十节 我们来找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 我们来找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 我们不做四季段悔改的话 不通过基督的血 我们的内心不会成为一条心的 上帝警告了我们 很严厉的警告了我们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 上帝很严厉的警告我们 尽管这样我们还藐视上帝的话语 还不屑上帝的话语 还在结党结派 真言十八章一节 我内心有小小的贪婪的时候 就是属魔鬼 就开始结党结派 分党结派 真言十八章一节 争吵纷争的时候 是走向败坏的 我在旁边旁听 我也走向败坏 争吵纷争分离了 结党结派了 就更走向败坏了 都是属地狱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 在主面前嘱咐他们 不可谓言语争辩 这是没有益处的 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阿们 有些信就说 哎呀牧师啊 他们都在吵 都在纷争 我就在旁边没说话 尽管您在旁边没说话 您在旁边旁听了 也是一起败坏了 也是属地狱了 争吵纷争的地方 是一点利益都没有 一丁点的益处都没有 这都是属于败坏的 纷争争吵的时候 就已经是属地狱了 我心里在矛盾 我心里在琢磨 也是属于心怀二意 我平常牧师去监狱讲道的时候 好多监狱的囚犯就问我 牧师啊 那么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去什么样的教会呢 我平常牧师就回答 您去教会 只要那个教会不争吵 不纷争 那就可以 而这位囚犯就说 我发现大部分教会都在争吵纷争呢 那您就要好好分辨 听不大后说 二章十四节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案 您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 在主面前嘱咐他们 不可谓言语争辩 这是没有益处的 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阿们 争吵 争辩 言语 为言语争辩的时候 没有一丁点益处 而且还败坏听见的人 违背上帝的话语是如此的凄惨 今天我们都了结一切的罪过吧 我们祖上所犯的罪恶 我眼前面临的痛苦 都是我祖上所犯的罪恶 所导致的 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 我们要告白 祖上所犯的罪恶 就是我犯的罪恶 求上帝的饶恕 争吵纷争就已经这么严重了 那争吵纷争还要分离 还要结党结派 这就更严重的犯罪了 不要再说谎了 不要再被欺骗了 真言十六章三节 上帝使用恶人 做恶的道具 在座的各位 大家要分清楚 我到底是被使用成恶的道具呢 还是使用成义的道具呢 大家的儿女现在是使用成恶的道具了 还是义的道具了 以撒亚书三十一章二到三节 恶人 我帮助恶人是一起走向灭亡的 我帮了恶人就要灭亡 有些人去帮恶人 这都是要灭绝的 上帝的话又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了 在座的各位 我现在面临的痛苦 我现在面临的处境 都是什么样的呢 我犯了困苦的罪 上帝就把我交给我的仇敌 我藐视上帝的旨意了 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上帝的旨意是 使所有人得救恩 使我们的儿孙得祝福 我们人类再怎么辛苦 我们人类再怎么奋斗努力 也得不到祝福 好多人为了赚钱 就不来参加成更礼拜 这都是要面临死亡的 一个人攒了钱 就会面临死亡 真言二十一章六节 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 好多人为了求财 恶人积攒了财富 就面临死亡 恶人积攒了财富 很是省吃省用 但是呢 最终这个财富 都是给一人所预备的 自己也花不了一分钱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和我们的儿女 要走向什么样的路呢 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是使我们的子孙千万代蒙福的 出外基基二十章五到六节 使我们的子孙万代蒙 上帝的祝福 那么 违背上帝的话语的话 就是我们的子孙三四代灭绝 上帝赐福我们的心的时候呢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很痛苦 很是辛苦 而且没有人员 被粉碎的 贬低在 很是贬低 而这时候也得不到任何帮助 甚至 使 使我们的家族 断则后孙 这多凄惨啊 为什么要走向这样的路呢 我们要走向得福的路 使我们的子孙千万代得福 使我们的子孙千万代蒙祝福 我们呼喊阿门 上帝是赐福于我们的 上帝是让我们得福的 而好多人为了眼前的利益 就走向死亡的路 这多傻呀 这多痛苦啊 真言二十四章一节 不做悔改祷告的时候 好像挺顺利的嘛 这是即将灭亡的预兆 大家要警醒啊 世上的 这世界的历史 都给我们了教导 大家领悟了什么呀 通过世界的发生 大家通过世上发生的事情 大家有领悟吗 猪狗也有领悟 成了猪狗的话 领悟 那不叫人的领悟 是有区别的 上帝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 这四阶段悔改 基督记录到我心灵了 这时候的领悟 才是为人的领悟 以赛亚书44章18节 所以在其他的宗教里 在其他宗教讲的领悟 那不叫领悟 没有真实的领悟 没有真实的领悟 所以疾病得不到医治 也赶不了恶魔恶鬼呀 而今天上帝的话语 是赶走我们内心的恶魔恶鬼的 有上帝的光 就黑暗就离开了 家庭里的灾难 就是全离开了 这是多么宝贵的约 这是多么宝贵的允许呀 那么大家还要违背上帝的话语吗 我妻子的话 是谁的话 妻子的话 就是来自上帝的声音 那么我们再深入的领悟 别人讲的话 也是要出自上帝的声音 以夫所书六章七到八节 这是上帝记录的 我们听别人的话 在这世上发生的所有的一切 我们都要能从中听懂上帝的声音 别人在骂我 别人在说我 无论是别人在骂我 别人在说我 我能从中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 这时候我是得福的 以夫所书六章八到九节 而我们呢 别人骂我了 我们就很不乐意 哎呦 他怎么还骂我呢 就凭他怎么还敢骂我呢 这是得不了祝福的 马太平五章一到十节 上帝给我们宣布了八福 我们领受八福的时候 别人会骂我 变着花样来骂我 而且 说着谎话来骂我们 而别人在骂我的时候 我们就不乐意了 别人骂我的时候 我要领悟上帝的声音 哦 这是上帝给我的声音 上帝分明是为了让我领悟 才会让这些人骂我 而我们呢 别人骂我了 就恨不得跟人要干一战 跟人要吵一架 反而不懂得认罪悔改 所以无论是听别人骂我了 听别人什么样的声音 我们要从中要领悟上帝的旨意 和上帝的话语 我们呼唤阿门 我们呼唤阿门 那么来到大家在听讲道的这时间 按照上帝的话语 呼唤阿门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做崭新的新人 我们呼唤阿门 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们听讲道的时候 呼唤阿门 这时候上帝如是为我们成就 我们要领受这样好的祝福啊 我们都不是专家 而医生是个专家 医生给我们正确的诊断的时候 就比如说 医生知道我们这个病要怎么治 那上帝是全能者 上帝在医治我们的心灵 上帝说能行就能行 在座的各位坐在这里 听上帝的话语 呼唤阿门就能领受这样好的祝福 呼唤阿门没有任何的要求啊 无论年龄大小 只要呼唤阿门 就能领受这么好的祝福 这阿门多容易啊 啊 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啊 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然后man 这个man 就用英文就是人的意思嘛 啊 原来这样才能做人呢 就是阿门 阿门 这是平牧师在告诉我们 阿门是如此得福的 呼喊阿门 面对上帝的话语 呼喊阿门是如此得福的 在座的各位坐在这里 听着上帝的话语 慢慢领悟觉悟了 啊 原来这么回事 原来这样才能做人 啊 门 阿门 这都是为了我们 上帝如此的好 这么的好 我们来找一下尼西米纪 九章二十七节 尼西米纪九章一到五节 先提到的是四阶段悔改 通过基督的血洗罪认罪 我们先做了四阶段悔改 这时候使我们与主 确立真实的关系 然后到了尼西米纪九章六到七节 我们就能和主耶和华确立关系 到了尼西米纪九章二十七节 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违背上帝的话语 藐视上帝的旨意的时候 上帝的旨意是使所有的灵魂得救 赐福于所有的人 使所有人去天国 而我们还违背这么好的旨意 我们来读一下九章二十七节 尼西米纪九章二十七节一二 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 磨难他们 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 你就从天上垂听 叫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 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 阿们 再做做各位 困苦的罪是什么呢 我们犯了困苦的罪 上帝就把我们交给敌人 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 这多痛苦啊 好多人说我现在进退两难了 四面楚歌了 可怎么办呀 我们违背上帝的话语 藐视上帝的旨意 四季段悔改是整局所有灵魂的 而我们还藐视这四季段悔改 这时候就犯了困苦的罪 这时候上帝就处决我们 我们触犯困苦 我们犯了困苦罪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被交在敌人的手中 这多痛苦啊 所以在座的各位 我们赶紧记录到基督里 在基督里我们要合一 一心一道 只敬畏主耶稣基督上帝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 只遵循上帝的话语来生活 使我们的儿女得祝福 只有上帝的话语 主耶稣基督 是我们需要走的道路 最近世界都在呼喊和平 和平 和平 上帝的旨意已经实现了和平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就已经成就了和平 给了我们和平 而我们为什么领受不了 这么好的和平呢 我们来找一下 路教福音二章十四节 在座的各位 和平 我们领受了信心的礼物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们一切的喜乐 使我们喜乐充满 使我们拥有平安和和平 这就是因为上帝是我们期盼的上帝 正是基督的奥秘 四阶段悔改的上帝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这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 是上帝的约 我们都能领受 而我们得不到是因为为什么呢 路教福音二章十四节 我们来读一下 一二 在至高至处荣耀归于上帝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阿们 在这世上 好多人为了追求和平 甚至去造几个核武器 说用武器来实现和平 不可能的 蒙上帝的喜悦才能实现和平 我们怎样才能蒙上帝的喜悦呢 首先这和平是什么 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 什么是荣耀归于上帝呢 好多人说荣耀 荣耀 在座的各位 我们的心愿得到实现 我的家庭平安 家庭的心愿得到实现 这最好的祝福 奇迹的祝福都实现的时候 这荣耀是归给上帝的 我们要领受正好的祝福 这一切的荣耀是归给上帝的 格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这是上帝的记录 上帝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做什么 这一切的荣耀都是要献给上帝的 我们领受奇迹的祝福 发生了很多神奇的奇迹的事情 这时候荣耀是献给上帝的 就比如说 我现在处于特别困难的处境 结果呢 我突然得到了一个亿 这时候荣耀是归给上帝的 我的疾病得不到医治 而我的疾病得到医治了 这时候荣耀是归给上帝的 这荣耀并不是光用嘴上喊的荣耀 这荣耀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上帝是悦纳这一切的荣耀的 所以上帝是希望我们得祝福的 我的儿女特别不听话 是个特别悖逆的孩子 结果这孩子成了孝子 做了爱国者 这是荣耀归给上帝的 再次各位 大家和我 我们和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后孙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 得祝福了 兴盛了 这时候荣耀是归给上帝的 这是上帝要求我们的 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 才能使荣耀归给上帝呢 我们首先要蒙上帝的喜悦 唯独蒙上帝喜悦的人 才能领受和平 怎样蒙上帝的喜悦呢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十四章十八节 罗马书十四章十八节 在座的各位 在座的各位 这荣耀归给上帝 蒙上帝喜悦的时候 能领受奇迹上的祝福 这时候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唯独蒙上帝喜悦的人 才能成就和平 心里拥有平安 今天因时间的关系 今天讲得很是缩短的 但是大家好好听多默想 反反复复的多听这个讲道 多默想 这时候会领悟非常非常深奥的奥秘 会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 得到主的引导来到基督面前 我们来读一下 罗马书十四章十八节 一二 在这几样上 服侍基督的 就为上帝所喜悦 又为人所称许 阿们 唯独蒙上帝喜悦的 才能实现和平 才能成就和平 内心是平安的 什么样的人能有和平呢 从上帝那里 得到了奇迹的祝福 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一切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 是蒙上帝喜悦的 蒙上帝喜悦的人 是做四阶段悔改的人 持续不断地做四阶段悔改 好多人做了四阶段悔改 然后呢又背叛了 离开了 不做了 这时候 最明显的就是儿女不听话 儿女不笑 然后呢 事业开始倒闭了 明书记十四章三十三集 这时候人生就像沙漠一样 做什么都不顺利 客户都会断开 大家还这么的张狂 藐视上帝的话语吗 背叛四阶段悔改 背叛上帝的话语 是很凄惨的 蒙上帝喜悦的人 才能实现世界的和平 我们呼喊安安门 在座的各位 如果我们蒙上帝的喜悦了 这时候上帝不会撇下我们不管的 约安福音八章二十九节 蒙上帝喜悦的人 上帝始终与我们同在 在座的各位 无论大家遇到什么样的痛苦 一直以来是多难过 多痛苦 今天全了结掉一切的不幸 从今天开始与上帝同行 来实现上帝所喜悦的 世界的和平 蒙上帝的喜悦 我们一起来呼喊主啊 来认罪悔改 来领受今天上帝的话语 今天所讲的上帝的话语的内容 我们全来领受吧 我们先呼喊主啊 向主认罪悔改 从而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我们蒙祝福了 我的心愿得到实现 我在这世上有好行为 这时候是荣耀归给上帝的 这才是荣耀归给上帝 是实实在在的 格林多前书十章十节 我们不认罪不悔改的时候 没有进入到基督里的时候 那赞美事都是献给魔鬼了 所以首先我们要来到基督面前 认罪 做四节点悔改 求基督的血洗净我的罪过 然后唱赞美事 这才是悦纳上帝的 所以只要我们的行为蒙上帝的喜悦了 只要我蒙上帝的喜悦了 这时候我呼喊我父啊 主啊 主就了解我的心意 主早就知道我的心意 主早就知道我最需要什么 主就为我预备赐予我祝福 所以在这短短的时间 我们先呼喊主啊 向主认罪悔改 使我们蒙上帝的喜悦 使我们实现和 求上帝的和平 我们一起来呼喊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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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啊 我们告白 我们一直藐视了上帝的话语 我们一直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求主师 我们千万不要再藐视上帝的话语 不要再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主啊 我们感谢您 主啊 我们感谢您 全能的耶和华 我们的父 我们向您告白 我们不再违背上帝的话语 我们不再背叛上帝的话语了 哪怕从现在开始 我们还在以自我的想法 以自我的意念 成了背叛上帝的人 这时候吞吃了儿女 使自己子孙三四代灭绝 求主使我们在这时间 转回主耶稣基督这里 使我们转回上帝的这里 我父啊 我们告白 正是因为我们藐视上帝的旨意 触犯了困苦的罪恶 使我们的儿女 使我们的家族 使我们的儿女 都成了卖身体的 受尽了耻辱 求主使我们从这种愚昧中 警醒过来 使我们不要再走向灭亡的道路 求我父使我们从今天开始 只顺从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应许 将一切的荣耀献给上帝 使我们能够承担起这可贵的事业 实现人类的和平 做有福的人 奉耶稣的名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门 演呆 演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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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